关心财经论议题 接着是由DSG财税法事务所赞助播出的财经报理知 首先日本的金融业 2018年加速导入人工智慧技术 而且估计2022年 日本的各行各业 人工智慧的使用率会增加三成左右 中国的官方宣布 美国企业申请进入到中国市场 必须要先与中国企业成立合资公司 否则将会面临到反垄断调查 瑞银宣布 全球的半导体市场调查报告 不只前景不乐观 而且投资的评级也调向到了中立 全球的社群网站龙头脸书宣布 台湾科技人才被出值得长期投资 并且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台资企业 来连接世界